乞乞宝宝学画画 迷迪的头儿给我看看吧 好啦,让我们一起画画去吧 那我们先画橘子咯 先纸上画一个圆形 小圆形 慢慢的把它勾成一个圆 橘子 橘子这里画一个枝枝上去 然后给它画一片叶子 橘子上面会有一些麻麻点点的东西 所以呢,我要给它加几个点点 不规则的分布在上面就可以啦 好啦,我们现在要来画顶着橘子的老虎啦 橘子下面呢,靠下部的地方 左右沿着画一条红红线 然后呢,接着就要画它的耳朵啦 它的耳朵呢,是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的耳朵 然后接着把它的脸下面连出来 它的脸呢,下面会宽一点 慢慢的勾出一个橘圆形的样子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那我先画它的脸部咯 我在,你看这个脸部中间偏下一点的地方 画两个圆 这两个圆的大小呢 就是这个老虎的眼睛大小 在眼睛中间 偏下的地方 画一个三角的土圆形 就是它的嘴巴 我们比划出三个点 来画出这个微微的W的小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刻画眼睛里面具体的啦 今天这个眼睛我画的是两层的 就是在外框里面再画一个小框 外框里面再画一个小框 小框里面呢,像我们平时画一个图圆 一个爱心,一个短胡就可以啦 小老虎的眼睛画好啦 给它加一个小睫毛吧 老虎的头上有一个什么花丸呢 甜甜你知道吗 王 有一个王子 它为什么脑袋上有一个王子呢 被遮住了这里 它脑袋上为什么有一个王子啊 因为它是白树之王 哦,是这个原因吗 它的花纹就是很像一个王子 当然它在森林里真的是非常厉害 给它画上老虎的斑纹 那么你知道画老虎跟画猫咪怎么区别你知道吗 老虎有这个花纹 猫咪旁边我们经常也会画这种斜斜的花纹是不是 老虎头上有一个王子的花纹 对,老虎头上的花纹和猫咪的花纹不一样 你说我要是跟它加个牙齿你觉得怎么样 啊,你想说我还不讲老虎 哈,跟你像老虎了 胸不胸 不瞅不瞅 嗯,小老虎 耳朵里面画一个 内圈出来 花纹涂上颜色 画老虎的问题就是 很容易如果画的可爱 就像一只小猫咪 OK 然后我们现在画他的身体 一条斜线 手收 右边 一条斜线下来 左边呢把他们连起来 一只手收在里面很乖巧 锤在这里 他的尾巴翘起来 尾巴上面也有画纹哦 现在画一块草坪吧 OK那我画好咯 你画好了吗 早画好了 早画好了 还有肚子也是 其他的地方涂上黄色 橘子呢涂上橙红色 哦你那个橘子更像橘子的颜色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稍微红了一点 橘子的叶子涂成绿色 草地我也要涂成绿色 我要画一棵橘子树 嗯 画吧 再加一个腮红 嗯 啊啊 啊啊 啊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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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有一个东西没有涂了 小老虎的尾巴你没涂 我来教大家怎么拼写老虎的鸣人 踢 踢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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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老虎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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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学习了画一只可爱的小老虎 好了 橘子要被我们吃掉了 好了 我们的小老虎画好了 我的小老虎头儿是不是有一个大橘子 它坐在草地上 树上的橘子都掉下来了 我还有更多橘子呢 在哪里呀 在树上 哦 田田她画了 在旁边不仅画了草坪 还画了一棵大大的橘子树 上面有很多的橘子 当小老虎想吃橘子的时候呢 它将摘一个下来 然后吃掉没有了 好了 拜拜 我还没吃完呢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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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